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对数函数的递增与递减 当底数a大于1时其图形为上升曲线固为递增函数 当底数介于0到1时其图形为下滑曲线固为递减函数 我们再看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图形会对称于直线 s等于y我们分成两种情况讨论 1. 底数a大于1当底数a大于1指数与对数均为上升曲线 两者图形对称于直线y等于s 2. 当底数介于0到1之间时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均为下滑曲线 其图形依然对称于y等于s 以上为本节之重点整理 接着我们看老师讲解1 是求s的范围使对数logs为底括号 4-s平方有意义 解析如下 我们看对数有意义需满足底数大于0 且底数不等于1 再来帧数需大于0 故我们可得 底数大于0且底数不为1 故带入 可知道s大于0且s不等于1 再看帧数大于0 故可得4-s平方大于0 以及s平方-4小于0 再来因式分解 再来因式分解得s加2 A1-b0-2为底2 b0-2为底2 b0-2为底2 B0-3 C0-2为底4分之9 是比较ABC3数之大小 解析如下 因为对数的底数根号2大于1 故本题为递增函数之比较大小 我们看帧数 因为4分之9 大于2 大于根号3 所以可得c大于A 大于B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再看老师讲解3 试求满足不等式 log3为底括号2a-3 大于log3为底括号6-xgs的范围 解析如下 我们先检查对数有意义的条件 对数需满足帧数大于0 所以我们看帧数部分 2s-3需大于0 且6-x需大于0 故解不等式 可得s小于6 且大于2分之3 我们设为第一式 因为底数3大于1 故log为递增函数 在比较帧数 可得2s-3需大于6-x 解得3s大于9 故s大于3 为第二式 我们综合第一式与第二式 可解得x介于3到6之间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接着我们看老师讲解4 目前国际使用瑞士规模来表示地震强度 假设 E of R 为地震瑞士规模 R10震央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R与E of R 的关系如下 Logos为底E of R 等于5.24加1.44R 其单位为交尔 某次地震其瑞士规模为4 试问其震央所释放出来的能量E of 4 为何 解析如下 本题为对处函数之素养考题 我们代入条件 可得Logos为底E of 4 等于5.24加1.44乘以4 计算后可得11 故Y of 4 等于10的11次方交尔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